一夜风来天乍凉,怀念洛夫先生。 早春二月,玉兰花开白堤上的枯柳,已爆出点点的新绿,可就得如斯美景新日,一个哀去抖的传来洛夫先生走了听闻噩耗,又如一阵寒风吹过心底,又似一记惊雷,把我从又打入萧索的冬季,即便时光已然流逝十多个小时,我仍是满心惊惧, 懊悔悲凉与斯念,恰似眼下赤润物无声的与斯冷一年长,经久不去。 我与洛老的结缘多少有些偶然,他是国际昭明诗人,世界华语诗坛太斗被人誉为诗魔,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一位胡姓朋友知悉我仰慕洛老, 所以安排了一次聚会,并安排我坐在了洛老的身边我岛,一旺季晚宴上佳肴的菜色,所用酒水我只记得洛老犹如一块磁铁,把我擒尽西野如牙,温厚的洛老弹性甚浓。 整场晚宴,我俩都是边吃边聊窃窃私语,他和我物谈甚欢相约在我,是个急性子,遇着我所敬重的长者,便逐猎人撞见猎物眼光发亮又似着矿多时的地质工作者,发现了宝藏急遇探采第二天,我便背着摄影包带上笔,记本一约来到洛老的家,从外观上看。 这是一座普通的别墅,爱想门铃,开门迎客的正是年已八十多,满头银发,身材魁梧,一脸慈祥的洛老,屋内整洁雅至满是书香要手一块,雪楼,得扁额迎强而立,这是洛老晚年所用的斋名字小喜欢雪的我,自觉又与洛老多了一份心境不久之后洛老书写,雪落无声,四字瞪我更让我惊喜, 自己不以端庄,贤淑,浩客虽也以八十高龄,仍一头黑发的洛泰陈雄芳女士,已经沏好茶并端,上几位自己亲手制作的糕点。 寒暄过后我与洛老便端坐于小圆桌前,开始访谈,在我的眼里一声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又满腹诗书的洛夫,正是一座难得的富矿,值得挖掘洛老没有不少文化名人。 所特有的孤傲与怪癖相反他亲切,随和虽已年纪高龄,但他的记忆里出奇的好大凡时间,地点,人名一概清爽无误我们,便似神交已久的老友。 聊起来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畅快,无比面对院落里的雷雷经过我们聊他的故乡湖南衡阳和他的人生经历,我们聊掌故谈文学也谈海峡两岸关系,与台湾的政治生态, 以及他出走的阴游日华正顶又日落西沉不知不觉已是大,半天过去这样的访谈,有过好几次看时光不早落泰和洛老,每每让我留下用餐,或是吃了点心再走。 带入亲人时的洛老夫妇,当年一名温哥华子女,则留在了台湾二老爽朗,霍达身边没有亲人我和我的一些友人,既是他的朋友也成了他的亲人。 洛老是个文化名人社会活动,很多洛夫,让我跟随他参加过几次相关的文学活,动我也曾邀请洛老夫妇至家中做客,带入长辈来往一多晴一日浓露, 太洛老便笑称,我们是他们的干儿干女。 时间一晃到了2015年那年的秋天洛老夫妇,重又踏上航成这块文化热土,诗歌之都11月4日,我在我的和靖轩安排了一个招名诗人洛夫先生见面会,在行的一批招名诗人,作家如张德强,王自良,玉文,杨芳飞等悉数参加会见交流, 会上因连日奔波疲惫不堪,略然轻样的洛老兴致不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 新闻媒体纷纷传播,转载,一时成了一桩文化盛世,告别之际洛老,与我们相约明年再来1928年生人的洛老就学功底身后15岁, 开始写诗基长又安通英文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人生阅历丰富,兼又从小至老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 所以他不仅是诗坛少见的高产诗人,他的作品更有着洪阔的饰演和哲学高度与文学张力。 直抵人心在台湾诗坛洛夫被排在当代十大诗人之首,他与余光中被称了文坛双星。 1996年他以古西之年一句温哥话,很快创作出一首三千多行的长诗剧作飘幕。 长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在国外生活了近二十年。 他既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在这里,他提出了天涯美学的概念,创立了飘幕。 艺术家协会除了写诗,他也沉醉于传统书法艺术的探索。 2015年他的最后一本诗歌,与书法相应成曲的新作唐诗结构。 出版这是他在冒迭之年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并将之推向西方的最后一番长。 适合努力留博深远,建于年事已高2016年落老夫妇,决定以落归根同温,歌华回到台湾居住养老。